各位网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5年的6月15号 那欢迎大家来看我们这个NPA署长室的直播 今天对于全国各地的警察来说 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预计 我们今天呢要为了庆祝这些 为了要帮这些辛苦 平常在直警的远警们啊 做一个加油打气 所以我们今天中华民国105年 警察节庆祝大会即将要开始了 那欢迎大家赶快上我们的NPA署长室 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份荣耀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赶紧在底下留言为你的 不管是家人是警察啦 你的朋友是警察啦 你受过警察的帮忙啦 都欢迎您在上面跟我们留言做分享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喜悦 警察节快乐 今天警察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希望能够有你们的共襄选举哦 网路很先进 对我们呢NPA署长室现在就是很希望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呢 一起来分享这份荣耀 因为今天的警察节呢 我们会颁发这个模范警察还有资深的机优人员 那模范警察包含了很多基层 平常在外面打拼啊 帮民众弃毒啊 甚至是帮这个民众逮捕打击犯罪啊 然后就是让毒品不要这么泛滥啊等等等等的 这些警察朋友们哦 他们的攻击跟功劳其实都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讲的话 赶快在底下留言 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哦 等一下我们的活动呢 预计会在两三分钟后就开始了 那请大家拭目以待 稍后也会一一的跟大家讲这个 模范警察他们分别的攻击是什么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对警察说的话 或是曾经受过警察的什么帮助啦 觉得说赶快趁这个平台 我来帮大家念念看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警察说的话 除了警察节快乐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呢 其实像我们前阵子的新闻里面呢 就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南投县警察局的 黄信文警员哦 他在这个逮捕罪犯的过程当中啊 自己也身中这个枪伤 那不顾他的手上已经在流血了 相信这张照片在网路上大家都有看到 他不顾他自己身上的那个伤 还是要很努力的去把这个罪犯 先尽忠职守的逮捕到案 那这一段新闻画面呢 相信也深深的感受到全国的警察朋友 那我们今天也会特别表扬这个 黄信文警员哦 希望波利斯大人们 大家都能够继续用这样子最热情的初衷 然后服务人民打击犯罪 总统到咯 那请大家赶快 现在就上班别组掌机 中华民国105年警察纪连庆祝大会 大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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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总统颁奖 两阳第五十二件全国模犯警察 各颁发警察荣誉纪纪念章一枚 警阵署陪同上台接受表扬 并与总统合影 今年一共表扬27组模犯警察 首先颁发内政部警阵署专员 黄健化 黑风阵署是母亲 黄清胡 母亲 沈秀莲 妻子 娶慈容 以及女儿 黄雨晴 专员跟对国际 以及国内各项有关于恐怖活动事件 以及情资 泰克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 以及国家安全局 返统情资的收报业务规动 若是情资通报 招募市场肯定 强化各项大型国际会议安全维护作为 对于恢复国家安全 社会治安 募欠卓著 每位模范警察背后 都依据模范的家庭捐处 没有强者报告支持 警察 就会有厚苦之忧 请各项者与总统可以赴面 同意掌声恭喜各项者 entertain and all ok autres Facile Collegia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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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4年间 陈培保陈伯两期设计违反主局半设防治条例案 陈伯四期设计违反相逢三条目刀切防治条例案 只有两期还设计工具 这就是工具卓助 请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中区人部警察局警员陈俊兴 分享能量的事情 妻子见输入 陈俊兴警员查过有改造相知案件 以及多情诈骗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北京本制假药 同品科技 国际政府三期运反钥匙法案 查过这家赵亿元的假药 来制造假药的工厂 同时查过制度工厂 请跟刚才李总统 欢迎赐 让我们一特别掌声 恭喜他们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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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侦察座 苏耀宗 以及非常荣霸的是母亲 吴孝英 与苏盈慧 一般 2014年的5月1号 主动征获了 违反协定安全卫生管理法 查过违法查验 到达13000余公斤 有效的特速 违法查验 无试验 让你们两个掌声 恭喜她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受表演是 高厨市政府警察局侦察 吴生正 还有她的母亲 中许一 以及妻子曾秋华 女儿吴可梅 还有儿子 吴学泰 吴生正在1014年2月11号 高室大条监狱 六名人败 驾驶 监狱长的建武科长时 成功地阻止 半选拖头 攻击决尾 大家一刻来掌声 恭喜 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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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長 孫博賢 今天帶領的妻子 陳靜妮 女兒 孫 易寧 兒子 孙伟哲一同来一下 小队长在高雄的亚地区 破获了大型的诈骗大陆人民的新型电子诈骗机团 以及在台湾地区南区同样破获了新型的诈骗机团 有效打击犯罪 接下来上台之后 大当是奥远市政府警察局侦察者陈建额 陈建额在20404月 透过枪械改造工厂一座 经过改造极客枪 极客全职实体改造自然团 极败成品数十个 请跟随着你同房可以留念 恭喜恭喜 小队长在2014年度 所属七年小队 查货货货卖绿书总体案件有八件 改造枪是三件 总体案367件 七星车的切当案达到有九件 机枪锁住 给予计掌声 恭喜恭喜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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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上台接受表扬的是 金融池警察局队长 赖伯龙 也跟他分享 前面荣耀的事实体词 赖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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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上台接受表较的是 新宿市迪营特区校队长 郭敬文 今天他也带了妻子 人心与一起来分享这份殊柔 郭敬文是大面集团的核心 204年莫过四区大面集团案 其中有三期是跨国的大面集围 请双方的李总统和你的面 恭喜 恭喜 苗栗县警察局小队长张世雄 张小队长查过了多几个违法枪支案件 还有暴力考战机关 为社会治安有其大的贡献 请跟这里同行可以留念 我们的关系 最后的关系是张华县警察局会长 雷天忠 今天和她一起分享 年龙药的友妻子 王苏廷 第一次雷俊佑 雷天忠从今37年 考纪会长的35年 打几次无存知 第一次顺机优 请大家可以同行和你的面 好谢 恭喜 好谢 来从县政府警察局 专查所陈志伟 以及陪同的设计是有妻子黄敬书 儿子陈一新 女儿陈杰铺 专查所不但顾获了 各性的财富案件 以及通过了 打刑的签署警团 有效维护人民的 决定卡牌案件 你真的非常想恭喜她 接下来上台的奖励 专家政府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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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司养非 养非 怕 人民器 都要依然 看国家政府警察局 所要理解 两亿工104项 查阜了 社群署警团 而エリカ 這場也歡迎表立安 另外也擦獲了补償 對岸正所為恭喜 恭喜兩桌 請得將政 李總統可以聯絡 荒野縣警察局副分局長 廖淳堂 副分局長 陸警戒有三十六年了 荒野縣警戒獎等有三十三次 打總年次有五分之四一場 資深極憂 讓我們一個熱烈的導師 恭喜他 接下來讓我們來接受表表的是 荒野縣警察 李總隊 組選秘書 鐵劍台 今天他也來的母親 郭玉琪 一起上台 本向新人出動 鐵劍台 目前接近三十幾年 荒野縣警察 敗重十四 查案一次 補允局四一場 資深基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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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的 27 位模范警察 那其实这 27 位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在皇族啊 或是伴侣啊 还有儿女的陪同之下 一直受阻辱 然后我们慢慢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期她的警员 黄兴文 她冒险反战 借过持枪险犯 给所有她的妻子 黄美台 女儿 黄滚兴 而是黄春叶 一起上台接受表扬 黄兴文在 6 月 2 号 借过此时 在最后中央她的约理人车 接往踩踏时 与对方三胜严肠 借过赏道 说说明 前准的外战正当领域 后来自四育家的大战 暴检白白净城 一起社会大战 奥股解释进行 被回复社会山 黄美台 可以看到我们的黄西文大哥 现在手上的伤喔 还是包扎着呢 恭喜总统训练 现在总统即将致时训练 习建源 陈陈队长 内政部 业俊隆部长 行政署 陈罗恩 陈罗恩 陈罗长 还有我们今天各位辛苦的警察同仁 大家好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阶 我要在这个属于警察的日子 以总统的身份代表全国的民众 向各位警察同仁 还有各位的家人 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 谢谢你们每一天都坚守岗位 尽忠职守 全力守护台湾社会的安全 刚刚我表扬了27位模范警察 谢谢各位犯冒险犯难 克服种种难题 完成任务成为警察的表率 我相信获选为模范警察 会是你们职业生涯当中一向了不起的成就 我要跟各位警察兄弟姐妹说 只要依法执行行务 全心全力为治安通球打命 你们每一位都是我心中的模范警察 也请大家回自己过去一年的努力 带你自己一点掌声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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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今年的努力模范警察表扬 刚才我特别表扬了 南投国立分离 国姓分住所的 王信文警员 刚才还没受讲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 底下的掌声特别的响亮 谢文和另外一位同事高迷雄 在行逻的时候遇到持槍的乖毒 两人奋不顾身的活动 带你到前半也因此受的伤 看到信文那张即使受伤流血 也要制服乖毒的照片 我和大家一样心里觉得很震态 也很不舍 我相信当时的信文 根本不记得自己受的伤 只知道如果自己放狠 就可能会有其他的人 受到感服的伤害 我真心的感谢信文 也为信文感到骄傲 也希望今天特别出席的信文 要保重身体好好留伤 你的太太孩子都跟我一样 为你骄傲也为你不舍 不只是信文 我相信再多许多的警察国人 也都曾经碰上这种责任和生命之间 惊醒的时刻 也不只是这些惊醒的时刻 其实各位每一天的努力 都是让社会安定最重要的力量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警察国人 不管晴天雨天 炎热或寒冷 在路上陈螺 在街头指挥招牢 在每一路危急的现场 或是遇到重大刑案的时候 是我们的警察都能站在第一线 为大家排除危险 因为有你们以身涉险 社会才能安全跟稳定 我们常常说 警察应该要是人民的宝物 不只是要解决问题 还要经常花时间安平民众的情绪 有时候 警察工人难免也会觉得 沮与挫折 我要是各位的辛苦 但是我要拜托大家 即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还是要将心比心 要经常想到 当民众受到伤害最无助的时候 只要穿着制服的你们出现在现场 就是安心的保证 让人安心 这就是社会警察最光明的一刻 只要依法行政 有利之法 将心比心 你们就会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政策 而检查同仁 就是站在帮人解决问题的第一线 其中 有两项人民最关心 也最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 我要特别提出来 也请我们所有的同仁 用最大的心力 思考最好的方式 来完成这两项难免 第一 这是反毒的工作 毒品防治 是我们政府的第一要务 这一点我过去讲过 我也会持续地要求 这一点 毒品危害之大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这场反毒的战争 难度很高 也很坚净 但是我要强调 这场战争 值得胜 不喜欢 请大家成立以赴 完成任务 一定要彻底解决 毒品犯案的问题 第二 则是反诈性 诈性 已经成为成国人民心中的共同 等于利用人性的弱点 葬起财务 不仅是重大的反对 更已经严重破坏社会信任 也因此 打击 诈骗犯人 社会重建社会信任的第一步 肤浅 诈骗集团和犯罪形态 越来越多远 也超越多远 要有效打击这类犯人 需要建立跨国的合作 以此分享资讯 也要两单警察同仁 仔细地调查 从源头打击 照片集团 这两种犯罪的类型 都是国人最在意的问题 也非常期待我们用新的方式 为台湾社会再来的安全与稳定 我们不能只身陷于素质的模式 而是要真正地从源头解决 人力的问题 所以 我来招呼这两项任务 政府的其他部门 也会提供各位手续的协助 各位身在打击犯罪的前线 警察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陈司长会把打击这两项犯罪类型 当作未来警政史最重要的工作目标 警察同仁上上下下 目的从源头打击毒品及诈骗的犯罪 当然 我也要向各位保证 政府会用具体的作为 当警察的后队 推动改革 改善警察的工作环境 我们也会从以下的几个方向来努力 第一 我们要加坏 脚步 持续不足警察的人力 過去 因为人力不足 警察同仁的工作更繁忙 工作时间也不定 我想在场的警政将实 一定深有所感 不过 我们不能把警政的体量 当作理所当然 补足警察 人力 是政府要持续做 加坏做的重要方向 第二 管理应该facial化 电子化 减轻减轻警察负担 才能加强工作效能 我了解 警察中人 非像其他的公务机关一样 也有管好的机制 或是很多的文书业务工作 但是 管好的努力 应该要让同仁的工作 能够做得更好 因此 我还请署长 解释目前的管好的机制 施毫 如何让政府做得更好 对维护治安更有帮助 同时 也应该让文书业务工作 逐步电子化 让同仁们不要在外辛苦工作 又还要白手在文书工作里面 第三 我们要让警察有安全尊严的治法环境 警察同仁在监口 会遇到很多挑战 这些挑战 对同仁来说 甚至可能是声明的风险 因此 警察的教育训练 应该要能够与时俱定 更重要的是 警察同仁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只要秉持依法行政 符合比例原则 政府就应该做警察同仁 坚强的后盾 所以 像是因为执法延伸的状况 或是诉讼 我们要请警政署 能够全力协助 让警察严正执法之后 没有后顾之忧 新时代的警察 要面对很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 所带来的执法挑战 我们警政署所规划的科技运行 专业守护 伸钻工艺 疏力用植形象 贴心关卡等等 这五个面向的警政与拦路 正是警察同仁在新的时代中 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我知道 城市长上任后 为警政署做了很多努力 也请持续努力 政府会给各位最大的支持 我也要勉勉各位友人 不仅要完成我交代的两项任务 更要当一个令人真净的人民帮 让民众安心 和社会安全 这是新时代的警察 最重要的实力 谢谢大家 祝大家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 好 zech典 Í 我们刚刚可以听到我们的小英总统 讲了几个很重要的关键 包含了毒品泛滥还有仿诈骗 这两个重点都会是未来我们警察 小英总统也说解决人民问题的第一线是警察 非常重要的职责 那只要尽好这个职责 其实每一位辛苦执勤的人都是我们的模范警察 小英总统也提到说要补足警察的人力 减轻警察的负担 包含一些管考机制的减轻或是减化 那要给警察有尊严的执法环境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新的政府 还有这个全国人民一起来支持警察的执法 让警察在不管刮风下雨晴天雨天 都能够有让人民安心跟坚定的力量 然后也继续的加油帮人民捍卫安全 以下呢还会有这个资深的基优园警的颁奖 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了 然后赶紧上NPA署长室来看我们的直播现场 一起参与这个重要的盛事 如果刚刚没有看到的这个民众哦 其实这边有准备了一些资料 这一次呢有很多的得奖的模范园警 都是比方说 速摊然后反毒反诈骗 这几个很重要的攻击 都是他们这一次得奖的原因 那其实这一次小英总统也有讲到说 反毒啊反诈骗都是目前当下最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署里面呢也会持续的针对这些议题 连你更新的打击犯罪的层面 包含说我们现在这个165APP啊 有一个反诈骗的APP 大家除了下载警政服务APP之外 也记得哦 刑事局有做了一个反诈骗APP 大家赶快就是用手机下载下来 你就可以通报最新的反诈骗形式啊 那也可以知道说目前最新的诈骗形式是哪一些 甚至你遇到可能是诈骗问题的时候 这个APP都可以帮你判断和解决 那我们接下来呢 行政院林全院长就要帮我们继续来颁发这个机优的远景 目前接下来接下来呢 是资深机优人员的颁奖 资深机优人员警察奖章 今天荣获资深机优警察人员警察奖章的公有实惠 各颁发警察奖章定美 请院署北部上台接受表扬 并与店长合影 首先上台的是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侦察署 蔡官教 在本教同期直达三十年 任期以来国际一大公司赠刺 提供三十六次提加达七百九十八次的奖金 不曾经有两次 肯定在英国纽传业 共同举行增正制品专办 连速联绘标报案 全该也准获了黄祝福案 英国九十二年才准获了运输第一季作品 已经是有聚取枪器案 精巧绝尾 请客厂的云连长 各位表面 再次掌声 恭喜 新北市政府请参与队队队长 徐梓毅 推动的是妻子廖孝金 长女徐佩琪 自律徐庆祢 外面党愿景只有二十年 今天曾获大公一次 提供有奖赐 加较一千两百零七次等奖励 服务成绩容量 请大家可与殿长可以 提供有奖励 我认为大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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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察局检查博 张耀文 张耀文重新演词 达版设计人 期间国际将奖划 百个十三次 提供八个词 替堂部 四个奖定 不顾成绩用备合奖 请队长与队长合一圈面 这次掌声 恭喜队长 请队长与队长 请队长与队长 警察局小队长 陈炳仁 队长从几年次达到三十年 期间 几乎大功一次 几乎有三十六次 加奖 七百九十八次 我成绩有奖 掌声 恭喜小队长 接下来 订阅的是航空警察局林区人 花蜘蜜 花蜘蜜任禁止超过二十年 期间我提供一次 提加奖 三十三四个奖定 服务成绩与队 104的下半年 还掌握通告微信物品达 一百六次来 请队长 魏丘雁 请队长 欢迎小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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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晴小队长 公敬 同二十年 期间 提供赏 加奖 三十三次奖定 立岁多次高服务目训练上 接着警方提运不顺利教医 让心会很服务商务好语 讓別的隊長先恭喜他 恭喜他 請接種小陽學保安警察第一種隊長隊長 謝五張 請五張人請舉行合唱過三十年 請舉行合唱過三十年 請舉行合唱六百五十次 請共三十一次 比達過兩次 不過成績良好 請跟陳列長為一面 請掌聲恭喜他 狼安警察第一種隊揭察座 鄭振銳 揭察座 仍經只有二十年 請雖然獲偹新公針殘詞 加獎三百九十九次 不存行優良 並且掌貨銜牌智慧災 Richard caused an 大跟了一萬二十三件 恭喜 恭喜 參jack meet foster 最重要的是西洋局警察局部長陳隱鈺 陳隱鈺任務局超過三十年 期間國際共十八次加上七百八第三次 和你加上七百二次表現優良 讓你熱烈掌聲恭喜他 請主線警察局請部長陳隱鈺 請部長陳隱鈺任務局超過三十年 期間國際大公立次及公二十一次 將獎有六百八十六次等獎勵 服務陳隱鈺任務局長 這一次恭喜請部長 感謝店長 來往當中來發自身警察警察員請發獎勞 公送店長 提到的就是有十位 這是資深的機優人員 他們默默的在警察的崗位上 為人民付出 那也為人民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希望大家都能夠感受到他們的榮耀 提借這份榮耀呢 要來自於民眾 來自於家人 來自於他們的支持 我想有他們的支持跟鼓勵 讓警察的知貌能夠有尊嚴喔 那今天不可不知 是會有這二十七個國際警察 還有十位的資深機優人員 大家是每一個在零基層的遠景 都是大家心中最重要的獲利是大能 我們也很開心今天的警察界呢 能夠用臉書的一波來跟各位 這個線上的六門互動喔 其實NDS掌勢呢 一直隱持著一個精神 就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跟人民站在一起 想想看你需要什麼 要提供什麼 要提供什麼 現在最新的犯罪形式 用了各式智慧型的科技 那我們也因應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開發了警政服務的APP 開發了一六反詐騙的APP 那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一些功能 歡迎大家多多自下再使用喔 今天的警察界呢 也很開心 有大家的共享和生活情侶 警察順利的呢 由蔡英文總統頒發了 二十七位模範警察 還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的警員 黃信文 以及十位的資深機優人員 全部都已經頒獎完畢了 以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長 警察局長總隊波理事長 以及督察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到工程樓前參與合理 謝謝大家 那麼我NPA署長是呢 為了這一次警察節的這個 節日呢 那麼之前有舉辦一個這個 行動支持警察的活動 以行動支持警察的活動呢 到目前呢還在進行 一直到今天晚上的二十三十五十九分截止 那麼支持 用行動支持警察 免費送運動三的活動呢 在前面的貼文大家可以去看 那麼進行的方法就是呢 將我們以行動支持警察的這個圖樣 好列印出來看是用在手機上面 或是用在布條 及其他的東西上面 那合照 拍照之後呢 上傳到我們NPA署長室的那個貼文 然後呢 TAG兩名朋友 並且留言說 勇者無懼 我用行動支持警察 那麼就有機會獲得我們這個 免費的這個運動三 那麼歡迎各位同仁呢 邀請門好友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用行動來支持警察 那我在最後呢 也敬祝各位朋友啊